老罗5月5号做过一期内容 在澳洲得了胃癌的好朋友 优先罗门杆菌怎么办 很多朋友都想进一步了解去检测的方法 其实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 现在检测优先罗门杆菌就像核酸检测一样方便 整个过程可以用吹气球来描述 今天老罗正好要去复查一下 自己5月份查出优先罗门杆菌后 吃了两周的药后有没有完全康复 所以正好借这个机会 为大家做一个现场实际的检测 拍摄报道 一起来围观一下 这个差不多一半的中国人都会感染 而且80%的代元者感染后并且没有症状 但他又却是一级致癌物 胃癌的好朋友 优先罗门感觉的检测全过程 老罗现在住在伯克斯坚 所以看病非常喜欢来这一家 SIA Medical Century 因为这家比较新 规模比较大 很多咽血功能 包括配药就在下面 而且这家里面的医生护士前台 都会讲中文 让老罗英文不好 也能够学好普通话 走遍伯克斯坚都不怕 做螺旋优门感觉的测试 一般性都放在一早 而且要做到三个步 不喝水 不刷牙 而且不能吃任何早饭 做测试之前 先喝一颗小药丸 然后坐等三分钟以后 三分钟以后再喝一杯水 然后还要等七分钟 七分钟后就可以进行正式的优门螺旋感觉的测试了 每个气球都是独立包装 在这个看上去非常具有艺术感的盒子内 接下来老罗就吹气球了 好的 谢谢 接下来呢 还有老罗吹的气 的名字啊 这些相关的气球 然后就放在这个包装里面 送到实验室去检测 过两天呢 老罗就可以拿到化验报告 看看我经过上次的治疗 自己的优门感军 螺旋感军有没有被治好 口口相传 是优旋螺旋感军的主要传播方式 再加上我们不喜欢实行分餐制 不喜欢用公块 所以身边有螺旋优门感军的朋友还是非常多的 为了自己的家人 朋友们的健康 大家一旦觉得胃部有哪里不舒服 就赶快去吹个气球 检测一下吧 明天老罗在墨尔本第五次工程期间策划的 澳洲企业家英语沙龙 八月限下精品课就正式开始了 八月份就一共八次限下课 每小时的收费就三十二笔 一共就八个人的小班 硬是被我和文波老师不惜学本 包括教材 都是重新设计定制的 搞成了商学院班的标准 赶快关注老罗 明天我就为大家现场报告 这次沙龙的经厂开启 我庸子供赁 开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